草儿 刘薇 三 二 三 一 二 三 盛良 真不好意思啊 我寻思着 换到哪一天都不合适 不如就今儿吧 我在皇冠酒店 你要是可以的话 就过来找我吧 我在六零一奥房间 对啊 不对啊 她为什么要约你在酒店呢 我哪知道啊 那回去吧 奇奇怪怪的 心虚了 我心虚什么 好长时间没联系了 那就水浴情味蕾啊 你这可别乱说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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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都来啦 走什么样子 我不在这儿 不好画画 你来啊 我不来 走吧 那我来 好 那我来 好 啊 好 好 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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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啊 好 来啦 aquí 来啦 好 我刚录完一个采访 本来想着中午陪你吃个饭呢 结果他们下午给我安排了一试装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大忙人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啊 都还好吧 挺好的 挺好啊 嗯 好 好 楼薇 三 二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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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我跟她一块过来的呀 你这格局好有意思啊 通的 还好呀 好着呢 嗯 这白宁那角色我演得太好了 我们一直都在追是不是 嗯 我们行 嗯 姐 待会儿出席活动的视频 我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一点半就得开始 要不然后面的活动我怕来不及了 知道了 咱们等一会儿不会死的啊 你先出去了你先出去了 我跟她们聊我挑 哦 好 嗯 你俩吃饭了吧 没吃 那我给你分点啊 这什么呀 你就吃这个 我今天给我点个外卖 我俩一起吃 吃不了那些 吃完就走 哦 你俩啥情况呀 还好着呢 我也见同事 一个公司呢 装 跟我还装是不是啊 哎呀 不是啊 你俩好了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有点太长情了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程良可是导演系的第一大才子啊 被你一个制片系的拿走啊 我一个表演系的衣技也没抢过你 你够有魅力的啊 姚伟 那时候不懂事了 那你俩啥时候领证的 啥时候领证 我就说你们什么时候领的这儿 也不告诉我一声 给你们交份子钱啊 啊 之前咱们那些同学 你还跟谁联系啊 就你 你别要啊 真的 还真是奇怪了 其他同学都没碰着过 就你 就你 你呢 就你 就是算 算姚伟的话就你俩嘛 好多同学他们都转行了嘛 那你俩在一个公司 那单位没有问题啊 那也没明文规定 只要是不在一个项目里边 没有太多利益上的瓜葛 其实没什么事 但是最好还是保持低调 也挺不容易的啊 那你俩现在就是各管一摊呗 也 这 这差不多算是吧 那个项目你看了吗 看啊 还挺有意思的 真的 程大导演出手能有问题吗 你也不用夸我 我们现在确实就等着你来呢 你回头让你们交易 跟我经纪人对的时间吧 就是你那节目有点事啊 我绿你一个节目 还非得让我大一代言 关键是那代言还是一个 那个母婴系列 我现在还没有走那个路线呢 我一直很纠结 我现在接那个好不好 你签了吗 那代言 签了吧 不知道我 可能签了 你别盯着我呀 那你跟我说说 什么叫当初不懂事啊 我不就是顺着她的话随便一接嘛 那我怎么说呀 我说 你可不如我老婆 你配不上我 我要这么说 你这事还怎么磕下来呀 现在磕下来了吗 她马上就要跟重心签了 人家不是说了帮你问问吗 签约这种事 都是公司张罗 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等她问明白了 把人家能帮忙赶紧帮 你是从她哪句话里面听出来 她愿意帮忙的 现在不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怎么红的呀她 这小矮哥 她表演一些意见 上学那会儿表演老师都说 她绝对不可能红呢 什么意思啊 说她不高兴了 还停车 靠边跟我唠是不 不是 红了 那红风亭绿灯行 还有我普及吗 不放弃吧 可能不舒服 那不咱们去医院吧 上回喝完酒就没养好 不去 老婆 努力该做的都做了 放过自己了 乖